消防人員穿著裝備 帶上救生器材 緊急進入迪化污水處理場 因為有清潔作業員 意外落池 救人刻不容患 但經過六小時抽水搜救 導到人時 已經沒有生命跡象 經過三潮鋪氣池 微生物處理後的水 台北市迪化污水處理場 是全臺最大二級生物污水處理場 而公關意外就發生在面積有兩百四十 平方公尺 深度高達十公尺的 二級沉澱池 三號中午大約十一點 一名年約三十五歲的張姓作業員 在沉澱池上方 清理泡沫浮渣時 不慎失足滑倒 從一點八公尺長 一公尺寬的浮渣洞口 摔進沉澱池 不幸喪命 其他兩名人員第一時間拋救生圈 但沒成功 而張姓作業員身上並沒有安全措施 就把護蓋給拆除嘛 那拆除也沒關係 法定有規定說 那如果你要必要的拆除的時候 那你又另外要採取 要讓勞工使用 比方說安全帶等等防罪 勞檢處強調安全部分有缺失 將依法開罰也火速勒令停工 據了解張姓作業員從事刑檢清除 複雜作業已經有一定的專業和經驗 這回到底為什麼會突然滑落 還有在相關單位進一步調查釐清 進行的呂一靈溫圈掌握到 立刻下載淨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